待会我们还有日本部分的相关新闻 因为今天色谷是传统上很多人要庆祝万圣节的晚上 但是我们先来看的是国际上关于收购案的一个新闻 马斯克以440亿美金推特的收购案终于完成了 马斯克发了第一篇推文 用推特logo的一只鸟高呼鸟自由了 推特员工却挫雷蛋 因为有很多高层已经在收购案完成之后被炒鱿鱼 现在传出马斯克在推特内部下达了裁员令 而这个混乱的收购案多重挑战紧接而来 包括欧盟立刻警告一定要遵守欧盟的法规 特斯拉潜在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也暂停在推特投放广告 康一个陶瓷水槽走进究竟山的推特总部大楼 全球首富马斯克发表这则贴文的同时 也把个人简介改成了推特的老板 历经好几个月 一波三折的440亿美元推特收购戏码 总算大功告成 马斯克也随即发了交易完成后的第一则推文 大喊鸟儿自由了 但推特的员工可笑不出来 几乎在接手后的下一秒 马斯克就火速开除推特的执行长财务长 以及订定法规事务政策的高层 请他们随即离开总部办公室 至于会有多少底下员工被裁 推特估计达50% 裁员名单最快会在11月初公布 现任和已离职的员工认为 包含内容审核人员在内的信任和安全团队 裁员的比例将会最大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执行长成了推特的新老板 积极布局电动车市场的通用汽车 则宣布暂停在推特投放广告 而一般民众怎么看 不过在推特总部大楼外的地上 已经出现愤怒不满的粉笔刺激 分析师则认为 这不只是新公司的大幅重整 整个社群媒体生态都会出现疲变 因为马斯克曾表示 可能会把推特内部所谓的内容审核政策再放宽 也就是容许更多言论自由 让外界把收购案的赢家 直指美国知名饶舌歌手肯伊威斯特 他之前因为反犹太的言论被推特停权 现在却已经恢复账号 马斯克表示这是收购之前就发生的事 收购案完成的消息出炉后 前美国总统川普立刻在自创的社群媒体平台 开心写下 推特落到了理智之人的手中 即将被私有化的推特已经在上周五停止交易 启动退出程序 预计11月8号就会从纽约证交所下施 不止美国 欧盟当局则不时幽默地警告马斯克 表示这只自由鸟儿飞到了欧洲 必须遵守欧盟的法规 而欧洲的民众同样看法两极 这设取媒体议题甚至延烧到上周在沙尔地亚阿博首都利亚召开第六届的未来投资创意 全球金融界的多伟大佬相继发表看法 某个人大通的执行长则建议 社群媒体的世界应该比照登入银行系统的模式 对每个人进行身份验证 一场混乱刚刚落幕 新的国际混局却正要上演 TVB新闻综合报道